县长林明珍会同议员张维华 前往南投市平山里 会看平山一街 及张南路二段672项道路改善案 林县长实地了解后 指示公务处 平山一街尽快发包改善 而张南路二段672项道 虽老旧路面AC上家 但道路狭窄 因车流量大影响居民安全 将研议合并临近项道可行性后 再做进一步改善规划 县长林明珍与议员张维华 首先前往南投市平山里会坑 平山一街道路 发现AC路面局面破旬严重 历史脱落有安全之余 随后一行人前往张南路各顿 672项道路会坑 实地了解后 林县长指示公务处 在平山一街进行中心安水电 瓦斯及电器等管线 机管关系后 尽快发包改善 而张南路各顿672项道 将研议合并临近项道可行性后 再做进一步的改善规划 南投市平山里平山路一街 放浪民 差不多二十八年 空到这边都不够犯修 就来水管线 更新管线的维折 浪民的航空起来 尤其使用连线酒 酒头美养已经造出 丢了到浪民的策略 然后再进一步的改善 这一步的改善复工 过来重新抛出 重新铺设计路面 让我们平山一街 在大陆更有通行 所以这会非常有必要 另外张南路6702项道 这条路 路面是还可以使用的 但是临近的居民 是希望说向大 在目前比较宽大路边的跨端湖定 让它透宽 变成一条道路 里长跟医院 就要代表这样的建立 也会带回来研究 如果说这个土地 大概都是公有的 我们为了十点 就把这条道路 一并把它透宽 变成一条道路 议员张维华表示 希望里长与居民协调 将张南路各队672项 改善拓坏 确保路旁民贼及居民安全 希望借这个机会 能够把这个路拓关 以后百姓在两边的住户 能够比较安全 这条路现在目前看来 已经有差不多三四十年的 这个道路的历史 那三四十年来 那经过二十年以上 就可以认定这道路了 不管是四的功能 都是一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经过里长的协调 然后跟附近的居民连署 那希望连署下来之后 能够把这条热路 变成一条比较宽的道路 让居民好好通过 而且出来的时候也比较安全 南投交流道开动以后 很多车辆都会从这个向道 然后上高速公路 造成这些邻居非常不悲 所以希望县政府可以把我们考虑一下 就是把两条河边把这个道路稍微拖满一点 让这个行驶比较安全一点 民众对县长李明珍不仅体调民情 积极解决基层困难 更能主动发现问题 立即改善的做法都表达高度肯定 记者县政府南投赛访报导